飛彈往市區大樓社現場立刻冒出火光黑煙 大樓瞬間崩塌 網路上流傳這段影片寫著 俄羅斯導彈很準 只打軍事重點 為了查證 我們透過影片反搜 這其實是去年五月十二號 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的場景 華日新聞片庫也有同一場景 另一角度的影片 網傳影片是烏克蘭戰爭 根本是錯誤訊息 一台又一台坦克車 衝破路障攻進市區 影片標題寫著 烏克蘭市區最新情況 俄羅斯坦克入基輔 畫面看起來相當嚇人 但其實是二零一四年 烏克蘭南部城市的衝突事件 從YouTube上其實就可以搜到 二零一四年就有人上傳 有關於臺灣對烏俄局勢的因應 總統蔡英文的四大指示海報 也被篡改 原版海報寫著四點 譴責俄羅斯 持續強化臺海軍事動態因應 全面提升認知作戰 因應各項經濟變數 現在網上卻出現 另一個錯誤版本 包括總統不會丟下你們 國軍不會對你們開槍 美國會提供實質幫助 根本是被有心人事篡改 作戰領域上面很常提到 就是說思想戰 那所以呢不論是親美的那一方 或者是親中的那一方 親二的那一方都有可能透過 這樣的一個網路新聞 那甚至於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到最後大家看不清楚 認不清楚的狀況之下 透過這種方式去打所謂的網路戰 那希望藉由網路戰去強化 他們自己想要表達的意義跟認知 那以達到言論跟輿論 去做適度的壓力的一個目的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 一定要確認消息真假 可別隨意轉傳 不知不覺成了網軍打授 華視新聞李綺廷台北報導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